哈喽大家好 欢迎回到比特币阿力的频道 那么咱们现在都看到了 这个比特币遭受了非常非常剧烈的一个抛售 那么这个是受到全球股市的暴跌的一个影响 咱们看一下这个图片 这是全球股市的一个汇总 我们看到很多股市 日经东正 这是几个日本的一个正式 他们都有10%的一个跌幅 然后韩国8% 台湾8% 那么目前来看的是 日本和韩国有熔断的一个机制 那么股市熔断 那么前面咱们跟大家分享过 巴菲特他是卖出了半仓的苹果股票 那么咱们不知道到底有什么样子的利空的一个消息 那目前我觉得呢 整个市场上 整个金融市场上 应该是有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利空 但是呢 没有及时的披露 那为什么没有及时的披露呢 是因为明天的 我这里呢 是美国的夏威夷时间 晚上的七点半 那么美股呢 还没有开盘 那但是呢 我刚才看了一样 这个美股的盘潜啊 都是有百分之十几 百分之二十的 这个暴跌 那么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那么他们肯定呢 会在就是掩护庄家出货 那么有可能会在美股开盘 多少分钟 不是说15的20分钟之后 那么庄家呢 先把这个消息呢 先放出来 然后呢 庄家先跑 然后呢 让散户的默默的去承担这个后果 但是呢 我觉得散户的现在也不傻 都看到了这个盘前的这种暴跌 那所以说 大家都会有心理准备 那么我们频道 我们做加密货币 做比特币的 也要有一个心理准备 那做一个什么样子的心理准备呢 我不知道有多少朋友经历过 2020年的3月12号的股市的暴跌 股市的熔断 那么在那一个礼拜里面呢 这个美股呢 有三次的熔断 那么比特币呢 在312当天呢也是暴跌了50%以上啊 那我们可以把那天的这个K线呢 找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那么2020年3月12号的比特币 那在这个地方非常明显的一个情况 那这一天呢 我们看到比特币开盘的价格呢 是79,068 然后呢 最低呢跌到了3880 那这个时候呢 我觉得呢 就是我隐隐约的感觉到呢 是有一点点这个312的味道 但是呢 咱不知道明天这个美股开盘 它怎么样啊 那如果说美股呢 会延续2020年的时候的 这种暴跌的话 那么比特币不可能呢 会幸免于难 那到时候呢 比特币可能会有一个更大的一个跌幅 那大家不要看 现在比特币呢 有一个反弹 但是呢 我觉得明天这个ETF基金呢 他们多多少少会有砸盘的这个行为 呃 虽然说我们现在来看呢 有这个有底部的资金在抄底啊 但是呢 如果说明天的ETF开始砸的话 那这个会血流成河啊 那这是我的一个感觉 那今天呢 其实也忘了跟大家做这个免责声明了啊 那就是说咱们频道呢 一项是说呃 只是分享我个人的一个感觉 我个人的一个呃 个人见解啊 不构成任何的投资建议啊 但是呢 呃 我觉得呢 这个有必要跟大家提醒一下 那么另外一个呢 就是我认为比特币目前没有见底的几个指标呢 今天呢 也同时分享给大家 那一个呢 就是这个比特币的清算热土啊 那么我们每天都在讲 那在这个比特币现货的价格附近啊 上下他会有多少的未平仓的这种 或者是带收割的这种合约单啊 不管是多单还是空单 但是呢 在五万附近啊 他也是有几十亿的这种多单 那如果说你再往下看的话 我不知道这个准不准啊 那在两万多竟然也存在着几十亿的这种 那当然了 我不希望他比特币砸盘再砸到两万多 呃 但是呢 短时间之内能不能看到五万 那就要看明天的这个开盘 美股开盘的这个情况了 那这是其中的一个指标 那这也是我们在呃 另外一个频道 区块链日报上 经常跟大家分享的一个图片 那么在区块链日报上 今天早上出的这个视频里面 我也是跟大家明确说明了 那比特币没有见底啊 那其实我今天早上 呃 其实说白了是昨天晚上11点 我这里11点 就是四个小时后 我是做呃 跟现在时间对比 十个小时后做的视频 当时比特币呢是在五万九千多啊 那我当时说没有见底 大家不要去抄底啊 那现在来看 那我昨天是说对了 那今天这个是一再往下创一个新低 那有一个不停的有新低出现 那么很多朋友就会问 那是不是意味着牛市就走了呢 那我的观点是什么呢 我其实也呃 今天也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我认为呢 我们还可以去看一下这个比特币的CME的 这个期货啊 这个啊 不是这个 我们看一下这个CME的期货在这里啊 那CME的期货 咱们上次说到了 那底下有一个五万八的一个 一个缺口 但是呢 他现在已经补上了啊 那现在创造了一个新的缺口 那这个新的缺口的下眼是 呃上眼是多少呢 是六万两千四百七 那上眼是多少呢 上眼是这个我们看最高点 五万九千四百四十 也就是说从五万九千四百四十五到六万两千四百七 这个缺口呢 他有可能会在短时间内补上 那这就是短时间之内会看到的一个反弹的一个高点 六万两千四百七 那在此之后 呃 如果说比特币没有力气继续上攻的话 那我觉得短时间之内咱就甭提什么牛市了啊 那就是反弹到那个位置 大家就该跑都跑吧 呃 那这是我的一个个人的观点啊 那么咱们接着来分享一下 就是没有见底的另外的两个指标啊 那一个是未平仓合约啊 未平仓合约 我今天在会员群里面多次跟大家提到 那未平仓合约呢 目前的我们看啊 呃 前两次见底的时候 呃 一个是五月一号的时候 它是两百七十八亿美元 那七月八号是两百七十六 那我们看今天是多少 两百七十八 其实差不多了啊 看这个未平仓合约的话 呃 差不多是一个底部 但是呢 有一个更重要的一个指标啊 就是多空比啊 这个是非常恐怖的 那我认为 那这一次 这个比特币啊 这一次这个大户啊 我不知道为什么啊 那我们看这个比特币多空的人数比啊 那这个是非常恐怖的一个数据啊 这是二点七四 也就是说 做多的人 比上做空的人是二点七四倍 呃 这个时候的做多的人的 真的是投非常非常的铁 所以说 我们这个时候再说这个 见底的话呢 可能为时过早 那这是一个原因啊 那再加上我们刚才 跟大家说的美股呢 明天开盘之后 可能有更惨烈的一个抛售 那么美股的这个比特币 现货一天赋 也会有一个更 更惨烈的一个抛售 那么呃 其实呢 还有一种观点 这个市场上还有一种观点的 就是这个 这个美联储呢 马上要开始降息的一个周期 那每一次降息周期的时候 美股的都会暴跌 那比特币也会受到牵连 呃 我看到很多博主也在讲这个事情 但是他们的这个逻辑呢 也是有一点问题的 他们说这个呃 比特币每一次都这样 但是比特币一直呢 呃 诞生以来呢 他就只经历过一次降息啊 那其实啊 其实我们才可以 呃 回头呢 找到那个网站的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2017年 2019年 2017年好像没有降息 2019年开始降息的时候 那比特币是跌了一次 那在此之前 是没有经历过这种 大规模的这种降息的行为 所以说这个 我们以上的种种吧 那 可以分析的出来 那比特币可能 可能啊 呃 很大概率 我只能说很大概率 不能说100% 那这个还没有见底 那目前来看的话 就是说要把这个多头呢 全部干掉 呃 多公比降下来之后 那么我们才改说 见到底部了 那目前我觉得呢 5万附近吧 那5万附近有可能是 咱们这一次的一个低点 但是呢 5万之后 反弹会不会回到 6247 这也是一个未知数 对吧 呃 所以说很多人讲牛市 是不是走了 或者是说牛市 本轮周期 它根本就不是一个 真正的一个牛市 那本轮周期呢 它除了比特币创了新高 那其他的 呃 那比如说salona 没有创新高 salona最高点呢 才达到了210 那2021年的高点呢 是259 那再一个比较明显的 一个信号就是 呃 以太坊啊 以太坊 是真的是跌的好惨烈 那以太坊 上一次的高点呢 48000 49000多 那这一次呢 最高点才达到了4000 刚刚过4000 那所以说 本轮牛市 不是一个典型的一个牛市 或者是说 那本轮牛市只是一个 呃 只像一个什么呢 2019年的 一个小牛市 那这也是说得过去的 那这次啊 这个地方 那2019年的一个小牛市 然后现在我们说 它已经结束了 那么最近发生的事情 美全球的股灾行为 那么会 会不会充延 2020年312的一个行为 我们明天拭目以待啊 好 那么以上就是今天视频 所有的了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